海贼王,罗宾对战黑玛丽亚,罗宾,别忘了我是恶魔之子。 和之国的大战如火如荼,双方互有损伤。 凯多海贼团凌空六兹只剩下黑玛丽亚一个,武士军团这边赤鞘也是损伤殆尽。 之前经过山只看似耻辱的呐喊换来了罗宾。罗宾对战黑色玛丽亚,布鲁克在一旁住战。 罗宾作为已知剧情中,现今唯一一个能够解读古代蚊子的人,各个意图登顶海贼王宝座的大人物们都盯上了他。 黑玛丽亚威胁山致换来罗宾,就是意图抓住罗宾,为凯多海贼团服务。 但是罗宾竟然赶来,就不会束手就擒。 罗宾曾经作为恶魔,八岁就毁掉海军树搜军舰,这样一个人物又怎么可能轻易被人拿捏。 本块画面中,出现了罗宾的母亲、老师,以及救命恩人,这些都是罗宾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忆。 黑玛丽亚就是用这些幻想攻击罗宾,但是罗宾看透了这一切,一招打破了幻想。 露出了黑色玛丽亚的三个手下。 在凯多的大本营对战,别想着一对一的公平战斗。 幸好罗宾这边有布鲁克助阵。 布鲁克对玛丽亚的患悟攻击也没有影响。 布鲁克之前在魔物之海呆了几十年,现在对这些幻想已经不受影响了。 黑玛丽亚的武器沦入到实际上也是一个smile果实能力者,她不停地喷出火焰,整栋楼都要被烧起来了。 这时候布鲁克的能力起了作用,灵魂出窍打晕了沦入到的能力者。 在开辟出一条冰道,闯出一个落脚点,不然全是火焰,无处安身。 现在罗宾就要真正和黑玛丽亚一对一了,布鲁克去拦住那些小喽喽。 巨人夸开,罗宾使出了一个前面剧情没出现过的新招,巨人夸开。 画面中三个感叹号,表明了这招出现后对黑玛丽亚的威慑。 罗宾在草帽船上一直是以考古学者的身份,平时很少加入战斗。 但是草帽船的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实力。 罗宾不弱,所以山智完全放心地将黑色玛丽亚交给罗宾。 而对手黑玛丽亚对对手战力了解不清,狂妄子大,有着凌空六子的名头,再加上凯多海贼团的强大,便以为手到擒来。 最终这场战斗如何收场如何,只能看下回分解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